3月8日是国际劳动妇女节 有人立银行针对女性职场工作干股谈进行调查 有55.1%的女性曾因为性别导致升迁不公平待遇 更有超过7层曾经遇过职场性骚扰 比如说在出差、应酬或签约的时候 不应该主动排除一些女性同仁 应该给予同等的表现 也就是升迁还有加薪的一个机会 调查发现近6成8女性自认经济独立 平均薪水约38000元 另外也有31%的自认为有职场影响力 如果再以行业别分析 金融保险与会计统计为最大宗 有6成8的女性上班族 自认目前是经济独立 平均的月薪在3.8万元左右 也有3成1自认在职场上面是有影响力的 不过整体来看我们还是解读说 其实女性的劳参率呈现一个停滞增加的情况 专家建议除了企业要打破性别刻板印象外 政府也要提供更实际的生养育补贴政策 引法照护福利 或是照顾价有新化 育婴价全新化 甚至有购物安家的协助 一方面让女性劳工无后顾之忧 提高生育率 也能解决少子化问题 让未来的劳动力跟着提升 记者邮湘亭台北采访报道